今天咱们第一次试验一下这个室内烧烤的小神器 这是叫Aroma 型号是ABT106 从Amazon买的 一般情况下呢 你烧烤在室外比较好 油啊 烟啊 都比较大 这种味儿 如果要是感觉下雨天什么 你又想吃烧烤呢 你可以在室内烤 这是第一次闹 试验一下 在咱们开始之前呢 我注意到要设计上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这个你烤的这些串最后会有油 油如果往下滴 滴到这个小槽里头 就这个齿轮上和这个小孔里头 它没法洗很难洗 所以呢 等会咱们 把肉穿好以后呢 弄一点这个铝箔纸 把这个烤肉给它封起来 不然的话呢 将来清洗会有困难 一般大家咱们都喜欢拿这个烤羊肉串 但今天呢 我这手头正好没有羊肉 那咱们就烤点其他别的吧 来一个国际大灰翠 这是一个韩国的小香肠 然后再弄点这个小豆腐干 卤汁豆腐 然后还有这个Louisiana这个Hotlings 挺辣的 再弄点这个中国的玫瑰香肠 这烤起来可能会干 我这是试验一下 我估计可能最后效果会很干 还有就是这个越南的这种烤这个香肉丸子 咱们试试 行,咱们这肉都差不多装好了 刚才咱们说过 在李座的这地方 要用铝箔纸稍微给它挡一挡 不然的话 这油会滴在这个尺寸的小槽里头 另外呢 像这个越南的香烧肉丸 可能不是很容易烤 可能够恰 它这个最后弄完以后 它不成形 往下出流 所以底下割了一个小香肠给挡一挡 最后要不行就给拿出来吧 现在咱们就准备开始好了啊 它这个温度是不可控的 只能控制时间 所以咱们先给它定个20分钟 最后看看情况啊 温度应该已经开始上来了 温度应该已经开始上来了 这个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油烟的味儿 所以得搁在这个通风机的边上 刚才有一件事忘了 这个大一点这种香肠都应该 旁边扎几个痒 不然的话有可能会爆 所以呢 我差不多也就 20分钟应该是够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等到弄完之后呢 这个下头啊 还是挺油的 有些油低的下头 最后需要清洗一下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是非常适合油大的食品 最后呢就是这样 量不是很大 但是一个浪漫的二人晚餐 应该是够了 咱们有句老话啊 要想整浪漫 牌得摆好看 咱们这牌摆的呢 不是那么特别好看的 所以就不是特别浪漫